有画那个就是三角形 这一题其实还要运一下 我们本来是先做什么 先做那个输出 就是前面先不要空白 OK 比如说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方向的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要输出 这个方向的三角形 它也是13个 或者是说你当然不定方 将来可以变动那个数字 假设我今天这边一颗星 这边是两颗星 三颗星 四颗一直到这边是13颗星 那程式如何写 其实只要两行就搞定了 我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字串本身 它如果说乘上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它就是重复输出几颗星的意思 然后后面因为print本身会有换行 所以换行就直接换到下一行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出一个三角形 像这个是for i in range 从第一颗星1嘛 然后这边是一颗星输出 换行到13的话应该是14才对 14的话然后就1到13 14就停下来 OK那如果这样的话 把它输出停下 这样1到13颗星 应该有印象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颠倒 颠倒的话我讲过 我们可以从13到1嘛 所以这边13那边输入0 有没有 然后豆点-1嘛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我只是做一个复习 因为这个要熟 你才有办法做下一题 等腰三角形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颠倒过来 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它前面加空白 那加空白的话 变成说我今天输出啊 我今天希望在前面 让这个像刚刚这样 把这个一颗星呢 移过来到对齐最后一颗星的位置 然后前面全部把它空白 所以也就是本来是13颗星 最下面这个13颗星 那我要让这一颗星移过来 前面要必须有12个空白 12个空白再加上1颗星 好OK这样的逻辑 那底下就变成越来越少了 1颗星2颗星 那如果星星越多的话 变成11个空白加上2个 12、11一直到0嘛 OK这边的话是1、2、1一直到13 OK 那当然写法 基本上其实我的写法 在这个地方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print的几个空白 这个我想前面有写 就是把一个空白乘上 那用什么来解呢 因为它的关系跟什么 跟i有关系 总total就13嘛 所以13减掉那个i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前面要放空白的数量 会跟着这个什么 跟着i这个词有关系 而且总total的数量只能够13 就是如果12个空白就加一个星号 好不好 豆点这边加end等于空的 OK应该有印象 这个前面都讲过 只是做个复习而已 那为什么要复习呢 因为这个直角三角形跟这一集很像 差别只有在什么呢 本来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要把它变成等腰三角形 意思就是怎么样 要在旁边再画出延伸的星星 那这要怎么画呢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这个星号的规则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如何把这边的星星 你也再复制一份过来 然后它的规则你可能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大概把那个最后的结果画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最后做出来程式也非常简短 大概也就13好了 那题目是要我们7啦 我们用13可能比较好理解 好 画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其实跟刚刚那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刚刚只有画这边而已 那这边的话是另外一边也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边要怎么做呢 OK 这个请各位就是双元老金 想想看 程式也不多 大概就是一个input 然后跟刚刚蛮像的 总共也是只有7行程式 顶多是输入你要的边场 我们刚刚是只有直接用13 剩下来的话就再加2行 这一题如果你考出来也是要20分 第四类都20分就对了 可是其实我觉得第四类并没有比较复杂 只是说它那个可能要你做的事情比较 稍微可能要想一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部分稍微想一下 然后它的题目里面大概还有什么 输入n码 然后画出一个等腰三角形 然后一个正整数 其他每列最后一个星星的右边 什么 每列最后一颗星的右边没有空白 所以这边不能有空白 一定要这样子 那怎么知道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执行一下 所以说我今天13的话 Enter 它输出 那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跑出来的话 那它的规则一定什么 就是它的一定刚开始一定是 从一颗星开始 然后下一个的话刚好3 13579 有没有 然后一直往下 它的规则是什么 跟i有什么关系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就是跟i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说我今天i的值 假如说我今天呢 如果说我用刚刚这个来改的话 那理论上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是说第一颗星的话 一颗星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一下 也许我这边把它改成从0开始好了 0到也许这边的话改成10 应该是如果13的话 从0开始 刚刚 应该就是13了 应该是如果13颗星的话 应该是从0到12 那接下来我的规则啊 一样就是说这个地方不用改 如果你要把刚刚的直角三角形 变成那个等腰三角形的话 因为前面的空白都一样 那题目有说啦 后面这边不要加 所以后面你不能给它多那个空白 所以只要加前面就可以了 好 再来的话呢 底下喔 关键的地方就是本来是直角 如果现在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它输出是长这样的 因为我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空下来 因为我们规则这边的话 第一个一颗星 一颗星 后面如果像现在是123 那我变成说 我如果要多另外一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i这边下手 那i的关系特别是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它其实是什么 它的两倍 这个的两倍 另外一边嘛 另外一边 这边是0嘛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中间一颗星 那这边的话 这边一颗星 另外也一颗星 所以它要乘以2 i的只要乘以2 那另外一边的话呢 再把它另外一边两颗星 中间一定会有一颗星 所以我想到的规则应该是 中间一颗星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1 一颗星中间 加上什么 i的这个数量 乘上两边嘛 两边 OK 记得喔 这个地方把它刮虎一下 刮虎一下 OK 就是说呢 中间我一定会有一颗星 然后呢 左右呢 各又有 各又有它的数量的两倍的星 如果说它 当它为0的时候 它刚好输出一颗星 当它为1的时候呢 刚好一颗星 左边右边刚好两颗 一直可以推 左边有两颗 所以理论上应该 这样的公式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中间一颗星 左右两颗星 左右两倍的啦 两倍的数量 OK 那当然未来啊 你如果说要三倍、四倍 四倍的话 变成顿角三角形 对吧 它变成铺开了 OK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所以或许你们可以针对这部分 再去想想看 1加上这个左右两颗星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刚好要0到12的话 有没有看到 刚刚好有没有 这边中间是固定一颗星 左右的话呢 各又有一颗 左右各又有 有没有 这边刚好123乘以2嘛 就符合这个规则 但如果说我要把这个题目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题目要的 所以你可以这边上面加一个n n的话就几边形 n等于input 小瓜糊 ok 然后一样把它转成int int 然后几边嘛 对吧 那过来之后的话 如果我今天输入13 所以其实这边都通通把它改成n就可以了 把他 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n 好 这样的话理论上 就大过高层 我们试一下 那理论上这样没错 执行一下 如果7边的话 因为题目要我们做出的是7边 所以7边的话是像这样的 不过他这个图做的好像因为是版面编排的关系 有点不是那么漂亮 有点怪怪的 我们来执行7边看看 输入7 看是不是7边的等一三角形 ok 理论上应该看起来没问题 那之前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输出结果好像它的那个看起来是有点歪歪的 那主要可能就是说那个字型好像有改过 如果你字型没改过的话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7边应该没错 1 然后这边应该2 3 4 5 6 7 ok 这样应该没错 看右边也没有东西 所以理论上这样做出来的结果 13 enter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这个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这个 中间这个 这是至少会是1嘛 左右两边 刚好它的数量刚好就是i的值乘2 记得这边要刮护起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书上的解答是不是 是写成怎么样 是跑两回圈吗 还是直接也跟我一样 那写起来很复杂 不是三个回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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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一个里面两个 对不对 跑三个回圈吧 对 那三个回圈 那我这个是 跑 其实就是在一个回圈就好了 那结果会是一样的 所以都可以啦 但我觉得应该我的写法会比他 那个书上写的解法应该还更简简 更简单 所以如果你们要考试要背的话 要记的话 我觉得用我刚刚讲的方法 应该会比较好记啦 ok 那其实逻辑上差不多啦 只是说它是一个回圈 它外回圈是决定它的列 里面两个就是一个决定空白数量 一个决定信号数量 不过我觉得书上写的那个方法 好像我云端上也有放 我是觉得可以参考 但是问题是 它好像应该写成类似像这样 就是 就变成说 1 for i for j for k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反而太复杂了 ok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尽量程式当然没有人说 没事写越复杂越好 那越简单越好 所以各位试一下 等腰三角形 如果你还有更多时间要练习的话 那你可以知道 画一棵圣诞树吧 那圣诞树的话可以知道 上面是等腰下面再宽一点 再宽一点再宽一点 然后最下面的话就在一个什么 那个树干的部分 就必须要跑一个长方形 至于那个耶旦说什么 跑比较漂亮 反正这个可以自己再微调一下 如果你可以跑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懂的 ok 未来其实蛮多地方 也会需要你要把资料怎么样的 透过回圈透过逻辑判断 输出你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程式里面真的不外物就回圈 不外物就逻辑判断 那回圈的话当然 尽量没事也不要写一堆回圈 不然变成你跑进去一个回圈 进去又一个回圈 最后你真的脑袋也转不过来 可能程式会比较容易出错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有把那个两个方法的解答 通通都放在云端上面 那你可以参考看哪一个方法 你比较能够接受